溫馨提示 是呀,我們又講 TVB 不合看、不合聽、不要浪費時間 留言注意試看 又爆粗又講政治 玩人身攻擊還開賣名 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兩日後關閉 想講兩句手法有手萬無 《星生不息》第一集播出後 網上仍然有很多人在說 想分享幾件事 昨天下午看見全英一丁 Britain's Got Talent 說很諷刺 外國觀眾站著歡呼 拍手、唱、尖叫、喪哭、大頭突捨 這些就叫做真性情 同樣的畫面出現在國內的節目 就叫做造假 昨天有人在我上集的YouTube留言 炒冷飯節目 唱歌就叫做炒冷飯 好,就只計下 TVB 勁歌金曲頒獎禮 1984年開始 都頒獎了38年 還有香港電台、商台、新城 甚至與《星生不息》同日播出的隔離台頒獎禮 這些算不算是冷飯呢? 雪藏了N年的凍肉叫做薑絲肉 頒獎禮這碗冷飯炒了N年 是不是可以叫做薑絲飯呢? 為黑而黑呢? 下毒藥呢? 其實都應該對症下藥吧? 講到撞一撞期 剛剛好 上星期的收市出爐了 《星生不息》和隔離台頒獎禮 收市分別是16.8和5.8 同樣還未算網上點擊 人心肉造 廣媒真是不忘美言幾句 雖然與 TVB 有接近三倍的距離 但網上不少好評 覺得 ViuTV 為本地音樂人 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平台 尊重音樂人 尊重音樂人? 如何尊重音樂人呢? 難道 TVB 沒尊重音樂人? 原來隔離台頒獎禮 有逐一介紹樂隊成員和大小的音樂人 果然是好事 值得加許 介紹樂隊成員 幾乎是每一個演唱會必有的環節 不算是破格的 《星夢傳奇》有一集單元 ASCAR 走訪樂隊 一個一個樂手介紹之外 更加有簡短的對談和交流 許文軒的《我們的音樂時代》 一間走訪多個音樂人 監製、填詞人、歌聲 由殿堂級到直直無名 Indie 到業餘都有 柯友倫主持的 《那些年的音樂時光》 同樣是走訪多個音樂人 監製、填詞人、歌聲 只是由香港移師到台灣 但當中的音樂 都是香港人熟識不過的 還有演鬥廳 逐個逐個數的話 真的要讓我整整一集 才可以慢慢講完 那為何過去的一周收視 未見過廣媒多家不默 尊重音樂人 電視台尊重音樂人 當然重要 觀眾和支持者 都要懂得如何尊重音樂人 香港幾十年來的 每一首歌都是音樂人 嘔心力血的作品 當中當然有大家形容的 亞洲第一和領導潮流的舊歌 即是大家口中很想廣東歌 回到黃金年代的作品 但昨晚幾乎每一篇 關於聲聲不息的報道 都有人留言 流行經典 老人唱老歌 未夠八十歲可不可以聽 老人台之類的說話 這些就是尊重音樂人 聲聲不息的威力有多大呢? 相信嚴明熙和曾比特都最清楚了 曾比特唱初戀成為微博的熱手 今天下午已經有2328.7萬次的閱讀 廣媒最主要用數字證明一件事 或者藝人的受歡迎程度 2328.7萬次 即是不用再多主解了吧? 很多國內的朋友都說 他們從來都不知道 有曾比特這個歌星 都大讚唱功了得 表演精彩 同樣很多朋友都認識嚴明熙 大讚眼前一兩 只是一個國內節目唱了一首歌 所以我之前在節目中一二再強調 獎項只是貼金 對歌星的發展其實是沒有實際的作用 只是唱了一首歌的威力 他們都應該實實在在感受到吧? 題外話 我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開始 我將菲菲整天讀成廟廟 昨晚打字幕時發現 立刻把剛剛上傳的節目下架去修正 今天又有網友留言 發現了有廟廟的? 難道我改漏了? 原來我只不過把舊的檔案再重新上載一次 改好那個我反而沒有用 即是白做 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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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 又說TVB? 有沒有其他東西說的? 有! 來我另一個頻道 是這樣的非天爺爺 連結就在今集節目結尾的畫面 左下角就見到的了 記得訂閱喔! minist概請坐 然後收到益 再吃一點 請你ánt 記得按照片 啦 可以按照片 再按照片 之後 就按照片 按照片